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现在在2021广州车展 5.1展馆魏品牌的展台 这一次魏市带来了一个摩卡的新车型 摩卡的NOH 智慧领航版的一个车型的上市 这辆车被定价为22.38万元 那么这辆车其实相比于普通版的摩卡 最大的特色是在于 它有一套更加先进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的系统 同时摩卡还带来了它的PHEV车型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实拍的这辆车 因为那辆车可能在静态上看不出太多的区别 我们现在就来就这辆PHEV车型进行一个简单的体验 其实从整体的设计来看的话 这辆摩卡的PHEV相比普通版的摩卡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区别 它的设计依然是那种非常大气 非常端庄的这样一个感觉 它包括它尺寸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来简单的看一下 鲜脸用的是魏家族化的一个六边形的一个中网 里面是这种素条的装饰 看上去非常的精致 车灯依然是这种斜素条 然后里面有这种小素条的LED的灯源 看上去非常的有质感 接着我们去侧面看一下 来到侧面可以看到这辆车用了一个尺寸非常大的一个大路的轮胎 马牌的一个轮胎 然后轮胎的规格是2355R2020寸的这样一个胎 然后整体的侧面的话可以看到跟普通版的摩卡是一样的 隐藏式的门把手非常有科技感 整个这一面的线条是一个典型的SUV的一个造型 并没有太多特色的地方 接着我们去车尾看一下 来到这辆车的尾部 在这儿就会看到它的一个身份的标识 PHEV代表它用的是一个插电式混动的气冷 整体的这辆车尾的设计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 接着我们去内饰看一下内饰的感觉 坐进车内 插电式混动车型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我现在所在的广州的气温其实是有点高的 那么这辆车因为它有一个巨大的电池 所以它通了电 然后开启了空调 如果说是其他燃油车型的话 它那个小电瓶 讲支撑车展一天的空调的使用的话 是完全不现实的 我们现在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一套内饰 那么相比我们刚刚体验的那辆拉铁来说 它整个中控这一块的面板是抬得比较高的 整个做了一个巨大的环保室 然后把它的所有的功能的区域向我包围起来 整体的设计师跟拿铁差距并不大 因为他们是同一套的家族化的语言 同样的一个巨大的悬浮色的中控屏 然后前面一个比较小的液晶屏 只是这一块它的一个设计略有不同 因为它的整个这一块 讲究一个更加环保式的一个设计 同样的水晶电子挡瓣 整体的这种质感依然是非常强的 如果说这辆车也能用上拿铁的内饰的配色的话 我觉得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接着我们去看一下这辆车的后排空间 这辆车的定位是一个中型SUV 它的轴距达到了2915毫米 整体的尺寸是非常大的 前面是我的标准驾驶桌子 可以看腿部非常巨大的一个空间的余量 头部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空间余量 我的头顶还有一个尺寸巨大的全景天窗 整体的这辆车的后排的乘坐舒适感非常不错 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这个后排的坐垫 这个座椅用的这种菱形的皮质 坐起来非常柔软非常舒服 然后中央的地台的话有一点点 但影响并不是很大 我现在坐在这的话感觉能够接受 前面两个框栏梭口 一个USB Type-C的接口 一个Type-A的接口 然后这里面是一个大的竹槽 把这个放下来 整体的这种细节感 接着我们去把它的机舱打开 聊一下它的这一套全新的PS-EV的动力总成 那么对于PS-EV车型来说 这一次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在于 这一套全新的动力总成了 它是由一台2.0T发动机作为主力 这台发动机的障碍三分数最大马力204T 然后体配一个电机 这辆车的性能可以说是非常强悍的 它0-100加速可以做到5秒级别 另外这辆车的一个存电续航里程 是可以做到150公里 整体这辆车作为一个插混的一个车型来说 行业当中有着非常大的优势 这辆车目前来说暂时没有公布它的价格 如果说这辆车的价格可以定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的话 我觉得这辆车的竞争力会非常的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